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说让人操心的歌 你一咬下嘴唇 是什么意思呢 老烦呢 对 好 想看是吧 我那个就是 我崇拜的人 去年和今年 我一直听那个 多想在平庸的世界 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老烦唱的 对 我天天都循环地听这歌 这歌就是我在 我在开车的时候都听哭 我现在老崇拜老烦的 是他呀 我才知道 是他 我的天哪 对 你的感觉是对的 怎么是他呢 从他那个年龄 纯练到你这个年龄来了 不是 就是那个 我当开始就是听他的歌的时候 我以为是他三四十岁 就是唱唱的一个男人 你以为岁数不大 对 他太年轻有为了 真的 就是他这个歌 男女老少都爱听 哎呀妈 你还有啥不同意的 太优秀了 就是我当时激动的 我都要苦了 成歌迷了姐姐 这个感觉 太完美了 是吧 太完美了 是吧 要是姐 要是你的话 你就不观察了 直接就让他们结婚了 我根本不用观察 我男方家不长了 我得长了 真的 所以姐 你要回到家长心态 来帮着一块看 来我们来看本周的李沙明子和小凡 来吧 刷烤 爸 这 这回我看见他 这回我看见那个他有点激动 真的 说明姐是真喜欢小凡的歌 真喜欢 凡凡 凡凡 你烤了鸡腿吗 羊排 我想吃鸡腿 没有鸡腿 有鸡翅 鸡翅 好 停一下这画面 这画面看得很好 大家都在这围着吃喝 但是他一个人在那边干活 他这个分工挺好的 沙沙在这边hold住这个厂子 反而在那边做物资共有 这个一般买力气的 都是男子很从红在线 但也是应当的 就是人家也在努力 对 我再考虑了半天 我要不要给你尝一下 这个蘑菇 你给人堵死了 我吃了好几串了 给我吧 我一带去尝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好吃不好吃 好吃你就给大家拿过来 好 好 好吃 你确定吗 嗯 不是 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不奇怪啊 很好吃啊 辣辣的 要不马老师试一下 因为我不太相信他说的话 对 有爱德利敬 来来来 尝一尝 先观察一下马老师 我觉得还可以 果然一点味都没有 好 我去刷过小酱了吧 我负责任地说 跟他在一起以后 我已经胖了十斤了 所以以后别让他再做饭 因为他做多少你吃饿 这不合理 而且他不让我减肥 我每次跟他说我要减肥 他就说我养胖的谁敢减 为什么他瘦了 对啊 为什么你瘦了 累的吗 给你做饭累的 爸爸 你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 小凡歇会儿吧 歇会儿吧 对 菜够了 小凡可能不是一个努力表达的 但是你看人老老实实干活啊 人和话不多 来 谁先要 这是块大的 大的 那我们两个吃一个 我俩吃一个 好 谢谢 好好吃啊 好好吃 你们第一次看到我们两个的相处 感觉怎么样 好像跟想象中是差不多 你想象中是什么样 就是话比较少 然后不善言辞 不善表达 就是爱你在心口难开 多表达表达 我也说说你多表达表达 女孩希望听到 你表达的那种情绪 就是你做 你做很多她能感受到 她不是感受不到 但她有时候 就觉得你对这件事是冷漠的 对 讲得很好 嗯 就是大家看上我 就可能是冷漠 或者觉得她做了很多 然后呢 我告诉你不是你冷漠 就是你情商古高 真的朋友 朋友 逼啊 真的 但是她能理解我 就可能在别人眼里啊 我就是那个 大家什么也看不懂 就只会唱歌的那个 但是在她眼里呢 就我只能在她这儿 我就要翻凯杰 所以我这个身份 就在她这儿才能 立如 对 你看李莎的眼神 我就还蛮感动的 她很少会跟我说这样的话 因为我之前说过 她是一个很包裹的人 基本上我看不到她这样的一面 我们在一起久了以后 就是在她面前卸下面具的那个时候 就特别好 我觉得这就是最真实 最平淡的我 只有在她一个人的面前 我才能做自己 当然这个话是说的没错啊 呃 但是 你只有敢在 你杀死你眼里 对吧 刚才讲的 要互相的去欣赏 就是要对方 你欣赏我 我欣赏你 然后你赞扬我 我表扬你 对吧 这样的话生活起来才有激情 就感觉她有点冷 就偏冷 性格上偏冷 太冷 她就是那种性格 这个性格一定要补回来 你杀死天使 你就同意吧 祝福他们 真的 姐你今天咋了 你从这从先从开始到现在 你哭全场了 你这是 人家归云他恋爱 不是 你看把你哭的 我觉得她 她那个可怜的 就是得不到父母的祝福 不幸福 这还没没到哪 还没到那个地步 咱们咱们才第三个礼拜 咱们慢慢看吧 但同样的 这不是你需要的资本 她对你是这样的态度 她对你是这样的感受 那你的回馈呢 她有时候需要一些小惊喜 而不是夸大的 你知道吗 她这朋友很好 很好 她回馈了 只是没让你们看见而已 你看 就替她说话 我原来小丑惊事 我自己 你给我坐里边的 你别让我站你们俩中间 我太可爱了 我涂上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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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涂上搜西给我得了 你个说得很好 气死我了 你个说得很好 你个说得很好 你给我得了我 但是你不能够去用别人会怎么对你 或者是你印象中的男朋友该怎么对你 而去定义她 比如说我要是跟她见面 然后我又要马上离开北京离开很久 她就会记住我走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 然后那一天就会主动跟我说 我们今天出去给你买点什么吧 就很好 这就很好 是的 对她记得我喜欢吃什么 然后记得我喜欢什么颜色 我俩现在都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对方的人 我觉得这就够了 这太难得了 这很难得了 这就很好 就是我只希望她 不要拿我跟别人比 他们做的事可能我做不到 但是我也会做他们做不到的事 跟她这个说法我不太赞成了 不能跟别人比 我觉得自己要跟最优秀的人相去比 然后你这样才能进步 那人家也有优秀 是 人家也有优秀的地方 虚昌不胆嘛 所以她不能封闭自己 我就这样了我不学习了 老凡就是这样的性格 没看出来她封闭 你既然爱对方 你就要敢于 一个是敢于表达 第二个要敢勇于去改变自己 不然你太沉闷了 我知道你是爱还是不爱呢 所以它容易产生误判 是 让人产生误解 慢慢来 她年龄小 年龄大了 经历的多 她一定是一个最优秀的人 所以女儿们的恋爱 就是小凡来学习的机会 慢慢改变 这人是真好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就是 因为 我觉得李珊 你如果需要什么 你要告诉她 你要告诉她 让她去做 你要说 你不说 有时候她理解不到 对 我就太是这个心思了 但是你的问题是吗 你们俩刚在一起 这应该是你的体贴啊 你为什么让女孩去说呢 她的朋友们也一直是在给她提示 说找到合适的机会要多表达 对 要善于表达 有这样的朋友特别好 别的擦嘴 穿上油 擦 咋的 掉油了 你看你大哥提醒你 那 我看你嘴上全 全是 敲门是擦嘴 来 你轻点 用毒吧 好好好 我觉得咱们来可能也是一个契机 在我看来 当热爱表达的人 碰到羞语表达的人 需要一些戒指 我们今天其实是戒指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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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听到了很多爱情的酸臭 比这个西瓜现在还酸 你是快乐的 我就是幸福的 坐这 来 纸杯吧朋友们 谢谢大家 一周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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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 也会幸福 我觉得现在就是听了迪哥那些话 可能我们两个都 都会改变一些 就我觉得可能会往更好的一些走吧 更好的方向去走 可以去尝试 这个态还是表得很 太棒了 表得不错的 做得太好了 好看吗 好看 好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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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爸爸 好好看 看我的爸爸 不会欣赏人 也不会赞扬人 他没有这个继续 他不敢表达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要去哪儿 叫海上江板 就像划船一样 然后在那个丛林里探险 没有什么不刺激 走吧 走吧 自己旅行只会去最美的地方 就很少去玩一些项目 我希望自己努力吧 我尽力去陪她做她喜欢的事 有点小变化 有点小变化 对 有点小变化 对 有一个小时的路上 你睡觉了 你也困吧 有一点 咱们回去吧 我不 我精神抖擞 海上江板 听起来这个名字都浪漫呢 你听说过吗 你怎么一张嘴就是浪漫 那又滑不动了呢 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你也滑不动了呢 你要是滑不动了 那我必须得滑动了 那咱俩都滑不动了 那我也得滑动啊 咱俩都滑不动了 那我就是得滑动啊 咱俩都滑动 我滑动 咱俩都滑不动了 滑动 咱俩都滑不动了 我滑动了 你看她去 这个一上车 哎呀我滑不动了怎么办 你滑不动了我怎么办 我们都滑不动了怎么办 那是一种七八十岁的呲呲的心态 不是年轻人的心态 年轻人的心态 应当要勇敢地面对困难 他这个不算缺点 他就是挺实在的 哎我们猜嘛 我们现在先猜一件事 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户外项目 凡凯杰会不会配合 很难 我觉得不会很顺利的 我觉得也不会顺利 不那么太顺利 但是老凡肯定会配合 哥你觉得 我觉得看时间 时间会告诉我们 奖板俱乐部 就这样的 就这样的 太热了就完蛋了 小林你怕一热了 凡凯杰又进入 好热 好热 对 不过现在有直接可以碰到的还是 全程要两个小时 这真的好体力 这个好 这个对它是一个大念 他们是两个单独的 我 好 好的 凡凯杰 你等我一下 凡凯杰 你弄丢了一个东西 嗯 凡凯杰 凡凯杰 你弄丢了一个东西 凡凯杰 快点 凡凯杰 过来啊 你就光回说 我咋过来 凡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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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撞墙了 凡凯杰 我要撞墙了 救命 你怎么滑得那么好啊 你跟着我走吧 凡凯杰 我们站起来吧 好 看着前方 不要看你的脚下 脚椅肩同宽 对 不行 好 好了吗 滑 什么 对 滑水 还要滑 调整一下你的脚的高度 怎么可能 来 这边有个卡扣 你看你的脚上面有个卡扣 我 打开你的卡扣 什么东西啊 脚上面有个卡扣 对 打开 拉长 好 扣住 太长了 白凯杰 给我 白凯杰 你快过来 来 这个讲给你 我不 我不玩了 我觉得这个项目也挺好玩的 我还是不战了 白凯杰 你就是 你生动地演绎了 什么叫做做事不理 什么 你不管我 我怎么管你 你跟我过来 我来了 好 这会儿玩挺好 俩人在水面上 彼此找不到你追我敢多少玩啊 你抓一下 你抓我的奖 好了 好了 这种感觉比较好 这就是同桌共济了 同桌共济 听到没有 好 你不能一个人跑 你得扒了我 凡杰姐 我们站起来吧 你别吊下去 我不会游泳 你还是坐会儿吧 钱 行吗 老凡不会游泳 还敢玩这种项目 这太刺激了 你看 好蓝啊 海天一线 这个地方拍片很好看 很好看 我愿意天天这样滑 我不愿意去 我不愿意去 但没必要 没必要 对 没必要 我愿意就行 我要上你的船了 你别上 你疼 过来 要吊一起吊 我扒了你了 我不会游泳 不会 我真的不会游泳 过来了吗 请放过笑发 我上来了 走吧 走吧 好了 你滑吧 走了 咱们回去吧 不是这个风啊 我觉得一个人得下去 那我下去你滑吧 我在后边推着你 好 哇 大力水手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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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哇 稍晚了 稍晚了 走了 好 特别好 加油 我们要靠自己 相信自己 一鼓作气 滑过这个风区 走了 不错 你推我当初先吧 哎 我推你 嘿嘿 我要使劲了 哈哈 你上名字就是 别点阳光就灿了 第一个项目 他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推辞 就很顺理成章的跟我一起玩了 如果说是因为我 才让他有了人生 这种初体验的话 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玩 玩了 玩了 嗯 怎么了 一眼晕 怎么了 他这里面看到了可喜的 这个见到了可喜的曙光 就是还是有配合 嗯 但是 他这个 在一些语言上 应当也有做一些改变 比如 比如你上名字说 你上来 我不 你来 我不 所以这个语言就显得你 一个是显得你 你去吃熊 为什么呢 你要用幽默 机制和幽默来发解 生活中那些尴尬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你来 好啊 快点了 你再不来我就 我就变成秋别特 安上翅膀飞来了 对不对 所以他这种说话的艺术 还要改变 哥 我给你提供个信息 刚才你说这段话的时候 因为你一直在看我 嗯 你没有看到旁边的姐 你边说 他边拿白眼翻你 我不是烦的 我就觉得人家就是 他这男孩特别实在 就是人和人的性格不一样 有的男孩子就是会说 那你喜欢会说那种 那也不是该说的说的 人家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事 这种男孩子 然后你看他为了配合李莎 他不会游泳 然后他都那个 就是挺配合他的 玩这个水上游戏 这个就是真爱 对 我们不能因为他有这样的优点 我们就复视他的另外的一个缺点 他那不是缺点 对 人家就是性格 我就是那种性格 性格就是 我老理解他们 怎么说 就内心心里有数那种 但是不善于表达 这样人是最好的 我就喜欢这样人 来来来看后面还有 哥哥 后面还有 还有还有还有 没结束呢这点 你今天真的表现得挺好的 都很迁就 我平时不迁就你吗 迁就 但是今天尤其是迁就 那你等会下午会继续迁就我想玩的吗 我努力 好 但是我不想玩了 你不想逼我 我也不会逼你的 你看他就是死在人 把话都说在前面 嗯 本来我们俩喜欢的东西就不一样 你喜欢冬天 我喜欢夏天 你喜欢黑夜 我喜欢白天 那我们两个合在一起 就我们喜欢了整个世界 对不对 你老说这种话呀 怎么了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说的正常一点 那你给我翻译一下 怎么正常一点 你说我们喜欢的正好好 好的 我们喜欢的正好好 我们两个加在一起 喜欢的就是整个世界 对 因为他认为对方就是他的全世界 是你一个反嚼达人的情 称号 我是李莎矫情 你是反嚼达人 反嚼达人 你说出这样的话来 就是一个挺大的 他这个他就浪漫嘛 嗯 这有啥项目 哇塞 这太刺激了 我玩了 我可能会 嗯 我回了 我也想玩这个 这个 这个都是水上泳士 岛上就是起的一个项目 嗯 不玩了吧 嗯 嗯 那我一个人玩 我钱都付了 我钱都付了 穿上 其实 内心也是非常抗拒 但是我觉得 我应该去做 就是觉得 来都来了 不要给他留一些 不是不好的印象 加油 这个世界上最害人的话之一 来都来了 别紧张 别紧张 我想吐 这怎么想吐呢 那我们出发了 这个不可怕的 我说回我这句话 我们做好准备 抓紧了 他太快了 我就害怕 救命 我感觉我又掉回去了 还行吗 这个是很猛的 他真的速度起来的时候 嗯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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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了 我抓得合紧了 马克里安 马克里安 这坎儿太好玩了 哈哈哈哈 他比较 抓不住了 mach Trading 不要哭了 不玩了 终于让李莎说出来了 不玩了 她说不玩了 来 别打底下来 李莎不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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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 停 舒服 感觉像拍大片似的 她不停 我堅持不住 你停 她听不到的 听不到 不行了 我去 停一下 教练 不玩了 这个项目真好 哥 这个项目是让你闺女 从节目开始到现在 第一次她主动地喊 不玩了 不玩了 不是我喊的不玩了吧 不是 我是一直在帮你喊吧 不是 我已经不行了 怎么样 玩得开心吗 我很好 她不太好 那再来一会 不来了 再来一会 再来一会 我不来了 我不来了 我已经坚守不了了 这样在体验吗 不行了 不要了 你不是可以吗 我抓不动了 我再抓我就要掉下去了 莎莎刚才说她不玩了 但现在她又要再来一次 嗯 走吧 再玩一会 不要 再玩一次 再玩一次 我不玩了 是你要回来的 你现在又要我再去玩一遍 我真不玩了 要不然你自己去吧 你不是觉得挺好玩的吗 我现在不想玩了 我想玩 你想玩 你找别人玩吧 什么 你看看又来了 说不要就是要 但我嘴上是说的不玩 但实际上我心里想的就是 缓一缓 但是没想到 樊凯杰同学就顺利成章地下了船 不想再玩了 走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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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说她不玩了 回去她又要玩 我就很无奈 我怕她拽不住 然后她掉到水里 我又救不了她 算了 不玩了 就结束就好了 走吧 你说是你喊着不玩 回来你又有一次继续接着玩 哪有那么奇怪的人 你看看这话说的 这个说的里面多不合适 她也 这个地方李莎有点任性的 她有点任性的 玩一次就行了 这个你看人的性格 有时候她 那对李莎来讲 她可能还玩了 还没止渴 因为李莎刚才都 在水上玩的时候 李莎自己也喊不玩了 不玩了 是不是 不玩了 那她是因为说的 也许她是开玩笑的 她不是说真的 玩一次就行了 来测试你 来测试你的耐力的 这地方我感觉李莎 就是有点任性 确实是 李莎也要救婆家律 因为你当中那么多人 你那么多的人 你就 你去找别人玩去 这话什么话呢 因为她也没给 李莎一个台阶下 对 这个不是说她 不给李莎台阶下 李莎也没给她台阶下 李莎一直在说 再玩一次 要我的话 我就说 那咱们再玩一次 那我发现说 不玩了就走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各退一步 但是有一点我想说明 张晃给台阶下 是这样的 恋爱也好 分音也好 要这样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 但是在这个点上 小凡的话 说得非常不合适 你去玩 李莎去玩 对 你找别人去玩 这个我特别赞成 她不该这么说话 这位爸爸来讲 看了 那么在整个片子里面 魏莎尔里面看到的 是李莎爱小凡 那么还看不到 小凡爱李莎 我从我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 旁观者的心情怎么样 这位爸爸来说 爸爸是没看到 小凡就是 有些行动上 他就是不善于表达 他不会说出来 但是他有行动 他那些是爱李莎的 我能看出来 我觉得小凡的那种爱 是爸爸不认为的爱 因为我生活中 有这样的 我看到有这样的爱 连两个人 都是这个稳度 但是他们两个是一个 一个是特别热的 一个是特别淡淡的 一个浓一个淡 在这里面 就是我觉得 大部分人看到 都会心疼 心疼沙沙 但是这不是小凡不爱沙沙 是小凡她的爱 她的性格 就是这样的一个 让你觉得 她是一个冷烟火 可能正是因为小凡是这样 李莎才喜欢她了 其实我们也是站在沙沙的角度 因为沙沙爱她 我们才愿意去不断地帮沙沙 从沙沙的角度来发现 小凡她应该可以怎么样变得更好 还是有很多要进步改进的 这个我们完全认同 但是至少比之前好了一些了 好多了 小凡心里绝对有数 她是一个思想的人 慢慢来吧 慢慢来吧 对 就像那 就像那登山一样 从山底登到山顶吧 对 慢慢来吧 正好 颜色 出炊 está来 对 取炊 吧 没有 需要 混音 她